不如先谈谈网易 昨天公布了业绩 和大家简单讲一讲 第二季的盈利就按连跌了2.2 去到35亿 非供应会计准则的盈利就按连跌1.9 去到42亿 收入是有增长的 升1.3 特别提到 就是有集团会回购 总金额扩展去到不超过30亿美元 业绩就简单来说 就比市场预期好 见到美股昨天的交易 因为它是港股收市后公布的 美股就比本港收市高7% 还有之前最接近的一个政策 就是禁止内地的未成年人士打手游 首席执行官丁女就说 根据它的估计 未成年人士对集团游戏的总营收贡献 就不够1% Dave你这样看它的业绩 看盘大数 你觉得你收不收火 其实我觉得都可以的 其实它是比市场预期好 只不过如果你真的要选择 就未必是选择网易 就是去反弹的话 但是你看回昨晚美股很明显 就是市场又给到答案你 其实美股已经升了上去 但是你看看细数 其实占它收入7成的网友的收入 其实增长不是很高 它也是单位数的增长 我反而觉得 另外你也要看的 另外就是教育方面 K12的有影响 其他 它有一个有道业务 就是做一些教育相关的业务 是的 那里其实也不太行 另外其他一些新业务 譬如说你是网易音乐 那些都是要一个投资期 所以你说overall 如果你真的要当它是一只科技股 或者当它是一个网友股的话 可能会选择腾讯 也会吸引一些 但是短期来说 始终整体上 那个对象业绩是正面 再加上 我相信今天来说 也是科技股继续是焦点 短期看看会否有机会 就是承接一下 昨晚的星座 就可以做好一点 不过要留意 因为这种是有美股上 所以很大机会 都是烈口高开状 要再追的话 你就要比较提防一点 是 不过看图也是 不停是烈口高开 或者烈口低开 是的 如果你说看好业绩 今天买入的话 就可能开市的口价 已经会比较高 那问到网易一句 因为它 我不是很懂手游的 但是譬如说 看它的业绩 譬如那些名字 《Harry Potter》 《The Lord of Rings》 全部都和它合作 譬如这些 它说9月9日 会推出一个《Harry Potter》的手游产品 我感觉上 譬如《Tag》那些 《蘋果》有新产品推出 那一段时间 即使不是极profitable 但是感觉的气氛 都会很好 在这些手游股上 譬如说 推出这些 这么大名的新游戏 会不会对它 短期的股价 有提振作用的 其实应该会好 但如果你真的要看 要小心一点 你要看看 它是否真的下载量 是否真的上到去 另外 你要想 其实它上到去 它要做很多的投资 不是这么简单 那么容易 那些人说 你出了 很棒 其实不是的 你要做很多 去做些计划 其实你成本方面 要投资很大 而且看它的名字 其实也很大 但不是说 就算有很多 不同的手游股 去推出很多新的游戏 都不是很想得到 你也是王者荣耀 或者那几个 都是浪仔高位 最赚钱 仍然都是这样的情况 不过手游市场 的粘贴度 就是黏贴度 就是玩开那几个 那些朋友玩开的 就是玩那些 例如出新游戏 又做市场 可能都要投入比较多些 对 反而现在很多估计 本身那款游戏 是做得好 它会不停地改版 所以你看到王者荣耀 其实他 玩极都是他 玩得这么久 仍然是保持责钱 反而是一个 成名了游戏 它会如何去招待 它会不停地更新 然后找更多东西去变演 其实是 你有一种成名游戏 会做的胆 是会比较好一点 是的 记得 一说网易第一句 你就说 例如拼反弹 就不拼他了 我觉得其实是 其他就会好一点 是的 好 其实选择都不少 好 对 好 是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